她的心很特別 在戀愛通告裡面 她是沒有化妝的 喜歡不化妝的女生 你喜歡不化妝的女生 我喜歡這樣類型的女生 就是很自然的 其實我在寫 第一個稿子的時候 就是她 已經是她了 你的腦子裡都是她 喂 這個 喂 我腦子裡不是她 但我寫的都是她 劉亦菲 劉亦菲是 我滿欣賞的藝人 滿欣賞的女生 大陸這麼多女生 這麼多 我覺得在大陸 學女生好難喔 長得很像的也很多 比如說冰冰類的啊 眼睛大大的 不是 冰冰姐 你也是很美 但是我們講的那個是 李冰冰犯冰冰 李冰 那因為她們美女真的有各種型 有冰冰類的啊 那有進出類的啊 有那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 那你為什麼選亦菲 菲菲類的 菲菲類 對 歐陽菲菲 對 其實她的型很特別 在戀愛通告裡面 她是沒有化妝的 不化妝 不化妝 還戴一個眼鏡 你不喜歡化妝的女生 你喜歡不化妝的女生 你喜歡不化妝的女生 小燕姐很漂亮啦 小燕姐也 我不化妝不行 我也不喜歡化妝 但不化妝不行 而且一定要有燈光 當然也要有燈光 對 也很重要 對 所以她在戲裡不化妝 不化妝 素顏 素顏 戴眼鏡 對 穿著是很樸實的 對 就是要做一個 這是你喜歡的點心 沒有 因為我要塑造一個 國樂世界 一個古典音樂世界 跟一個 嘻哈 那種bling bling的 流行音樂的世界 對 一個很大的反彈 衝突 對 衝突 那你有 喜歡過像這樣的女孩嗎 喜歡過像這樣的女孩 彈琵琶的這樣 真的 很深鼓勵鼓勵 你有嗎 沒有 據我所知沒有 他是古針啦... 古針 古針 沒有... 童彥 沒有 沒有 這是... 好了... 讓我想到六指琴魔有沒有 因為... 林青霞 好了 你沒有喜歡這樣的女孩 而且你心目中 還沒有找到這樣的女孩 嗯 我... 我喜歡這樣類型的女生啊 就是很自然的 不會... 不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就是很... 很... 傳經代銀啊 那種 我就很怕 傳經代銀 傳經代銀 我在腦袋裡在... 跑過 你認識的女生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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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所以你看到劉怡菲的時候 你就覺得女主角就是她 是不是 對 其實我在寫 第一個稿子的時候 就是她 已經是她了 你的腦子裡都是她 呃 喂 這個 喂 我腦子裡不是她 但我寫的都是她 不都是她啦 不都是她 那也有陳聰老師啊 也有陳聰老師 還有漢典老師 也有郎祖雲老師 別的演員啊 我都很愛戲 我都很愛戲 但是戀愛通告 是發給劉亦菲的嗎 這個角色 對 這個角色 對 是她演的 有別人 比如說電影公司老闆說 為什麼要她呢 為什麼不要誰誰誰呢 為什麼不要湯瑋啊 那個人也愛演 那個人很 戲阿民戲很多 所以 所以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她是唯一啊 可是 對 除了劉亦菲就是 我沒有設定任何的 別的演員 你是她的 她是你的唯一 唯一 唯一 人選 對 唯一的嗎 就是說 老闆說 你要不要想想別人 對 對 其實都有 都會聽一下 因為電影公司 還有投資方 很多都會建議 建議別的藝人 可是建議別的藝人 你看完以後還是 劉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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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不會很高興啊 我覺得她演的是 戀愛通告之後 評價很高嘛 然後 就是對她的 對她的演出 所以 她應該會蠻高興的 她對你好不好 對我不錯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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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沒有跟分享 那就太勤再說話 是 太勤姐好久不見了 下一個特別來講 沒有 其實 在戲中 我記得梁朝偉 跟我說過一句話 他說 他在拍戲的時候 很多時候人家問他說 你會不會愛上女主角 他說 他說我會的 因為我要進入一個情境 對 對 我在戲裡我很愛他 但我沒有辦法 在拍戲的時候 如果不愛他 我演不出來 那如果我要自導自演 我已經很愛他 我還要再演我很愛他 這個戲中戲 複雜 太複雜 太複雜 而且我也不能再愛他了 因為戲要演完了 對 對不對 你們就沒有再聯絡了嗎 怎麼可能 我們當然有聯絡 我們也成為了很好的朋友 因為這個是一個 成為很好的朋友 對 因為浪漫喜劇 其實大家看電影裡面那個 很開心啊 很多笑聲啊 觀眾這個氣氛 我們其實拍戲就是這樣的氣氛 我們的劇組就是這樣的氣氛 所以大家看到這種 沒有 他也是有自己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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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自己的笑點 他有自己的笑點 他有自己的 暗爽的地方 對 對 王力宏的女性朋友們 每個都有親密小肥丘 這句子我 就 給了小萱萱的 然後他 給了誰 就是小萱萱的 你真的要講話 小萱 對 確認不是小萱萱 聽那種女主角這樣 你說 常常導演說 這邊 這邊頭髮這樣... 都會了 然後... 然後那個女主角會不會心裡 我在想像中 不會 不會嗎 跟你熟到這種地步嗎 沒有 大家都很專業 真的 就是很專業 對 由於非不要看她年紀小小 其實沒問過啦 嗯 你怎麼不問呢 孩子 這要搞清楚啊 欸 真沒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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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確定她是沒有男朋友 你感覺上 沒有這個困擾 我...我都...都沒有 你非好純潔 不是 我知道她專業 你都不化妝 好純潔的女孩子 是 她是... 她是... 對不起啊 以我認識的王力宏 其實我覺得 嗯 來了 她不一定真的很喜歡 一個二十二歲的女性 我覺得她 因為她很成熟 很早入行 也很懂事 我覺得你會喜歡一個 比較成熟的女性 是 各位不要笑 是 我這話是有原因的 你回想一下 再回想一下 王力宏 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嗎 沒有咧 有一個二十三歲的嗎 沒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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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三十歲啦 有沒有 請啊 大樣的女人 熟女 蛤 戴拳女 這裡... 導演很咖啦... 對 演到哪去了 對不對 其實你是比較喜歡 我覺得 在你的... 因為其實 在你的腦子裡 你是一個很成熟的男人 也許你長了一個 就是鄰家男生的 Baby Face 對 但其實你的心智 你寫的東西其實 是Old Man 對 我... 我真的覺得其實 是一個要比較懂事的女人 或者比較了解的 了解你的女人 才能夠跟你坐下來談 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想...對不對 其實年齡 你要否認嗎 因為我覺得年齡不... 你要否認嗎 其實年齡不是問題 對不對 身高不是距離 身高絕對是距離 你重不是壓力 你重... 絕對是壓力 OK 你去找200公斤 看看放在身上 壓不壓力 壓... 是...也是 絕對 壓得住 壓... 不是... 我意思是 年...年紀也不是說 一定有這個年紀 就是成熟的人嘛 對 對啊 但你喜歡比較年長 比例來講 比例來講 是...對不對 是... 有數據的對不對 其實... 在電話通告當中 其實我覺得 王力宏 我覺得很了不起 就是說 他以一個 有的時候是自嘲的方式 有的時候是 自己的有一點點小故事在裡面 然後把演藝界 又把年輕人 又把喜劇的元素 掺雜在一些 我覺得你有的苦 用笑話的方式來表達出來 對... 對不對 其實我一向都是這樣子 我一向都是 從小看這個演藝圈 很多荒唐的事 很荒唐的事情 或是心裡 讓我覺得很難過 或是不舒服過不去的東西 哪些事最荒唐 我通常都會自己用 喜劇的心態來看待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比較...不會瘋掉 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對 而且王力宏說 定如果票房破億 要裸身跳河 我覺得你真的 不要現在裸身跳河 你太瘦了 我從來... 沒有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對 對 真的要裸身跳河嗎 沒有啦 這個是...我覺得太誇張了 對啊 萬一兩億呢 怎麼辦呢 去跳喔 永遠要留一個伏筆嘛 不是 兩億呢就沉翰點跳 二十億的時候 你再自己跳 對不對 二十億跳OK啦 對不對 好不好 二十億跳的時候 當然... 身體練好一點 是瘦巴巴的那個 背影也都不好看 對 你也是 不算 拿著 specify